為了讓我們更加準確地知道疫情的狀況 以及更精準地為較高風險的患者提供適切的支援 政府在今天3月7日會正式推出 2019冠狀病毒病快速抗原測試陽性的情報平台 給有關的人士作出一些申報 以加快支援檢測陽性個案的工作 申報系統會在今天6時正式啟用 所有申報必須在測試當日或第二天進行 我們鼓勵市民第一時間如果有陽性的結果向我們情報 等到我們中心可以盡快跟進 醫護的同事也會盡快以護信領 向高風險的感染者聯絡 提供分流分層的醫學支援 申報人士需要提供測試的詳情 包括個人資料 以及同住家人 即是家居接觸者的資料 並提供有關個人病徵和家居環境的基本資料 申報人士亦應該預備一張快速抗原測試的相片 以作為紀錄 系統亦會詢問檢測人士 他們的家庭狀況是否需要入住社區隔離設施 以及他們的居住狀況是否擠迫 有助於特區政府進一步分流這個案 一般而言,陽性檢測的人士 我們會盡可能因為他們的家居情況或需要 優先他們安排入住社區隔離的設施 以減低他們在檢測陽性之後 仍然要逗留在一些不是較理想的居住空間 影響個人健康或感染同住的家人 我們亦會安排部份情報的個案進行一些核酸的複合測試 有關工作將會由我們的檢測承辦商 在當日或第二天盡快去到情報個案的居所 以一個被康息指作核實的用途 在成功申報在這個平台之後 有關的人士會收到一個手機的短訊 申報人士需要用短訊裏面提供的連結 上載一些證明的文件 包括快速抗原測試結果的相片 以及身份證的文件 成功上載文件之後 申報人士可以透過 由我們衛生防護中心發出一個連結 拿到一個隔離令 防護中心亦會因應申請人提供的資料 作出一些跟進 包括安排醫管局同事的醫學支援 安排進入醫院或社區治療或隔離設施 同時中心亦會按申報人提供的資料 向他們的家居接觸者發出一個手機短訊 家居接觸者需要用短訊提供的連結 上載他的身份證明文件 成功上載之後 家居接觸者就可以透過連結 下載我們中心發出的一個根據法例所發出的檢疫令 快速抗原測試陽性的人士的隔離和檢疫的安排 其實是跟核酸陽性測試的人士一致 已經入住一個社區隔離設施 或者在家裡隔離的感染人士 如果已經接種了兩劑新冠疫苗 他可以在檢測陽性之後的第六和第七日 進行一個快速檢測 同樣如果已經接種了兩劑新冠疫苗的密切接觸者 他可以留在家裡做檢疫的第六和第七日 進行一個快速檢測 如果他們在兩次快速檢測的兩天 已經獲得一個陰性的結果 他們可以在第七日提早離開社區隔離設施 或者是家居如常生活 他們的隔離令和檢疫令 也算是已經完結了 政府會盡快安排向有關申報的人士 去派發電子手環和抗疫物資包 但是我們預計 那個系統推出的初期 會有很大量人士作出申報 所以派發相關的物資可能需要較長的時間 我們希望市民可以透過我們政府的專題網站 或者致電我們民政事務總署 居安抗疫的計劃 這個24小時熱線1833019 獲得相關的防疫資訊 申報系統推出之後 我們期望可以加快政府 去支援一些快速抗原 測試陽性的市民的一些後續工作 以及可以做到早發現、早隔離 亦都是進行我們相關的流行部的跟進工作 我們期望這個系統 亦都可以減少市民要索取有關檢疫令 或者隔離令等等文件的壓力 我們相信透過市民的齊心合作 特區政府的措施和國家的大力支持 香港是可以戰勝這一波的疫情 但是我們當前的急務 仍然都要針對著一些 還未接種疫苗的長者和院舍的人士 落實減低死亡、減低重症的措施 所以我選擇了一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